全体公众夫人出门 公众夫人上班 好好好 多忙去吧 来 多忙去吧 医生干嘛 老婆 今天你提开上班 我送你 付好了三个月的赌约吗 你想反悔啊 我没有啊 少少花 你跟我重复一遍 老公 我们是隐婚 我不想让公司的人知道我们的关系 我不想顶着总裁夫人的光环 在公司里一录绿灯 我想靠自己的能力 去证明自己 可以成为一个顶级的珠宝设计师 那我给你三个月的时间 三个月之内 你要在新公司没有做出什么成绩 你就回到我身边 乖乖地当我的总裁夫人 君子爷 司马难追 这也差不多 老婆 我们一起在国外留学这么多年 我当然相信你的能力了 只是 我怕你在职场受欺负 再说了 我刚接触这个集团 他们又不认识我 放心 连你我都能制服了 那还怕我受委屈 但是 诶 诶 行了 再不上班我要迟到了 我一个小小的实习生 就不劳烦大总裁 您亲自护送了 我去基地品 梁住 总裁 夫人今天去分公司实习 吩咐下去 谁要是让她受了委屈 今后我就别再被制混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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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宝贝 让我来你的公司实习 这里毕竟是公司 还需要注意形象 啊 别那么紧密 这也是 郑总对他这么可惜 难道 难道 OK OK 总裁夫人要来实习 这进一步的机会 他有来的吗 哦 呦 张总 您怎么来了 我带一个实习生 过来跟你对接一下 哦 他那个人都要交付 听你有数吧 有数有数 您放心 你一定照顾好夫人 什么夫人 别瞎说 明白 低调低调 交给你了 张总慢走 您好 我是今天新来的实习生 我叫云南 派金进派月亮 总算把那种派来了 自我介绍一下 毕仁王超 这家公司设计部主管 已连续两年 荣获本公司优秀员工 不出意外的话 以后啊 您就是我的下手 请多指教 总裁夫人 别过去站着 来 坐坐坐 以后啊 还请您多多关照 总裁夫人 总裁 哦 知道 林总啊 平时为人低调 闲少露面 听说就连总公司 也没几个人见过他的尊重 我这不是 有机会能跟总裁夫人 一起共事 实在是三生有心 原来 她是不是我当成总裁夫人 既然没人见过 总裁的真面目 那自然 不会有机会 去核实总裁夫人的真假 不当白不当 这样以后 公司人人 不得对我点头哈腰的 嗯 这次您来实习啊 我本人 对您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就是您的这个工位 务必 离我这间办公室 稍微静一点 方便您以后向我汇报工作 少走两步 总裁夫人绝世容貌 跟林总真是般配 林志向 被我抓到了 还敢背后找主管 王主管 我是朱林集团 总裁夫人这件事情 公司里 还是少点人知道好 嗯 明白 低调 她是谁 还自称 董裁夫人 主管 我是新来的实习生 余新阳 余娜 怎么着老同学 这么多年不近 听你们喜欢挖墙脚 那八戒领导的本事 那不得混得风生水起啊 怎么 还是一副穷酸样呢 哎 你这次 又是八戒的哪位领导 才换来了 乃是朱林集团 实习的机会啊 余娜 想不到 你阴阳怪气 颠倒黑白的本事 倒是有资无减 同样是实习生 你哪来的优越感 哎 她不说话呢 什么叫同样是实习生啊 人家比你先来的 就是你前辈 到这 弄着干嘛 好 道歉 不好意思啊 大家都是老同学 有什么是非对错呢 再说了 女孩要一起公事的 那要是没什么事 我先去工作了 主管 这咱们公司 是不是应该 安排一个迎新聚餐呀 我看这次的餐厅 就让信尧来选吧 凭什么 主管 这信尧 好像不太愿意呢 这本来就是实习生 该干的 还不快去 慢着 约欣妖 你有好大的架子呀 这出来吃饭 既然不先给上次敬酒啊 王主管 来 先进秦媒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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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星遥 你好大的胆子 余星遥 你好大的胆子 你还敢拿你脏钱来碰我的裙子 我这条裙子几十万 你打一辈子工可都买不起 你这裙子 看上去也不值这个价 你一个穷色的土鳖 懂什么 我这件衣服 可是古池的高定 古池的高定 不会做工这么粗糙 你这衣服 假了吧 你放屁 我这件衣服 可是高级定制 你凭什么说它是假的 这质感 跟做工 粗细不拘 拐点僵硬尖锐 你看这不是正品 余星遥 我这件裙子 可是高级定制 一件都没见过 招口就来啊 不算是吧 做工是挺费操的 还有线头 你俩等个名 下旗不后啊 总裁夫人能穿假的吗 总裁夫人 安排了 我就是总裁夫人 她说是你就信了 证据呢 衣服都是假的 怎么可能是总裁 你 啊 王主管 别动 夫人那句 别浪费 衣西娘 我警告你 这次 就当我给你一个教训 但凡在我下次 我绝对不会收下恋情 行 那你怎么证明 你是总裁夫人 好 我今天 就带你们几个 去会所看一看 让你们见识见识 我到底是不是总裁夫人 哦 请 走吧 这里 这里不是我们下的会所 这不是零食集团旗下的顶级会所 听说来这里消费的非复其会 夫人 要不是沾您的光 这辈子我都来不了这么高等的地方 我老公名下的产业千千万万 这小小的一个会所 才算带有什么 你可一个老公倒是叫挺身子 余心阳 你现在应该认清我和你之间身份的差距了吧 你该不会是看我过得好 嫉妒吧 既然这是夫人您的会所 那不如包个厂 那我们也展展见识 怎么 这包厂对夫人来说应该不呢 当然 不过是包个厂而已 小问题 喂 余经理 我在大厅门口 你过来一趟 他怎么会有余经理的电话 什么身份句话这一次 你看哪个领导不是站着呢 懂事儿呢 就是 我们夫人还没坐呢 险着躺 你们两个就别再说他了 这有些人啊 穷酸惯了 偶尔见到一次名贵的沙发 就想体验一下 那也是可以理解的 嗯 我带了几个朋友 包场 搬一下 总裁知道了会生气的 就是好难做嘛 包个厂而已 你就说这事儿 能不能办吧 哎呀 行行行 动静别太大了啊 不然我不好交差人 去吧 走吧 不是 真的包场了 当然 这可是我和我老公的共同财产 包不包场 就是我一句话的事儿 这么大的地方 说包就包 不愧是总财富的 这个余经理怎么回事儿 谁的话他都听了 余经理 服务 服务员 您认错了 不是什么服务员 要我说呀 这有些人来会所都穿得这么突变 难怪有人能把他当成服务员 借一步说话 这个贱人 又要耍什么花样 余经理 这刚刚跟你说话的是哪位啊 是我女儿 原来如此 这一家子 真是没一个让人申心 我刚刚听说会所被包场了 不迟到是哪家的豪门显贵 这么好横啊 何菲希露呢 给我看看 我 看来是有人以公计私啊 余经理 你就是这么为林家做事的 错了 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要是总裁知道了 以后我就被 行了 现在是工作 那你以后 你一定要尽重职守 这次就算了 你要是有下次 绝对没有 我现在就让 他们把包场取消他 哎 我怎么取消啊 既然他要包场 那这账 是不是也应该由他来接啊 对对对 夫人所缘 其实就由他来接 谢谢 叶欣阳 你跑哪里去了 我就是平常养条狗 这狗都应该待在我身边 乖乖的呀 我刚刚 就是去打听了一下 夫人您都爱吃什么 好 是吗 那我平常 不爱吃什么呀 他说 夫人平时都只吃山珍海味 这每次来 点一大桌呢 那是自然 这一般的粗糠烂菜呀 我是一点都咽不下去 嗯 那就对了 这次呀 我专门替夫人点了 这是最贵的套菜 十八万八 满意吗 多少 谢皇鱼翅 百灵姑八海山 紫砂佛跳墙 法式松露浓汤 滋补燕窝 这些 都是夫人平时常吃的吧 当然 那就再多点几个 不能让夫人吃不饱了是吧 爱马斯鱼子酱 食库牛肉 竹孙干糕汤 够 你几张咋吃那么多 我这不是怕委屈了夫人吗 而且我们几个 好不容易出来见见世面 夫人不会这么小气吧 夫人 确实也没几个人 要是觉得多了 咱们 连速的可以撤起 不必了 区区几道小菜 放不着撤 再说了 这次 就好好让某些人见见试面 行 那这一页 这一页 全都上 别好了 夫人结账吧 这里 先上菜 后结账 雨昕 你急什么呀 这里好像是 先付账 后上菜吧 是吗 夫人 是的小姐 我当然知道了 夫人 过来 你好小姐 这边是二十万元 请问咱们怎么支付 二十万 嗯 那 记总财账是 请问女士 你的名字是 余娜 好的小姐 估计啊 她就是新来的 不认识我 余小姐 不能记账 这边找不到你的名字 余小姐 不能记账 这边找不到你的名字 你笑什么呀 她不过是个新来的 不懂规矩吧 算了话 麻烦死了 那 刷卡 好的小姐 夫人真是过气 自家承认你贼账 小姑奶奶 你干嘛呢 一下刷掉我二十万 吃得这么好 明天展会一定干得好 如新阳 明天的展会 又在这里举办 我看你心思细腻 这展会的大小杂物事 可就交给你的 王主管 没有一切怕 王主管 嗯 那我怎么有啊 说年轻的人多一点 这个赚钱区的好事嘛 对吧 我心想 哎 包困了你昨晚的大菜 我今天是干净满满的 好 那就拜托你继续努力 天呐 林志兴 我竟然有机会经验见到他 可以说是绝世家作 你们很喜欢这个作品 真是没见识 这件宝物 可是由国际知名设计师 史达尔今年的最新立作 要不是脱了这 朱林公司的福啊 你这样子的人 这辈子 恐怕都没有这机会 建设这么名贵的作品了 这样名贵的作品 怎么不放在保险柜里啊 要是丢了怎么办 说你土 你还真是一点长进都没有啊 在座的各位 哪位不是上流人士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 心里啊 尽装的龌龊东西 林志兴夫先生 上面要求立刻不锁权馆 找到林志兴 果然是个宠妇 昨晚你让我白白花了二十万 今天 我要让你吃不了兜着他 这么多双眼睛 就没人看到谁拿的 啊 于心瑶 你刚才鬼鬼祟祟的 干什么去了 上他走呀 你不是知道吗 真的有林志兴 于心瑶 你好大的胆子 事到如今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这怎么可能 别装了 要我看 你刚刚一开始 看那林志兴的时候 可就双眼冒贼广 没想到 你还真有胆子头 于娜 你好像很高兴的样子 抓到了小偷 又找回了林志兴 我再是要高兴你了 我没有偷林志兴 倒是你 一上来就放我的包 这是为什么 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的 林志兴就是从你包里找出来的 还敢污蔑我夫人 就凭你 也敢污蔑我 你看看是在场的 有几个人瞧得起吗 大家可都看好了 就是这个女人 偷了这林志兴 还死不成人 这种行为 真让人恶心 怎么长这么好看 手却这么脏 因为她 一看就是个罐偷啊 云娜 你说是我偷的 你能为你今天说的话负责吗 当然 在场的各位 可都是全都看见了 这林志兴 就是从你包里掉出来的 不是你偷的 是谁偷的 云娜 你知道今天现场 有多少监控吗 全方位无死角 包括女厕所的洗手台 你胡说什么呢 这好多人的女厕所 怎么会有监控的 话别说得太难 给你看样东西 你 看什么监控呀 这林志兴 就是从你包里掉出来的 你还想抵抬不着 夫人 放心吧 东西也是他偷的 怎么可能会有视频呢 他肯定是在拖延时间 就是啊 你有本事把视频拿出来 行 既然两位正义之士 都已经开口了 那我就只好 恭敬不如从命 云娜 你还有什么话说 是你偷了林志兴 把被人发现 就放在我包里 嫁祸于我 真是逮捕 我 这个视频是假的 你好很多的心肠 我就说你怎么一大早就过来 原来是创作了法案 早有目的是吧 大家想一想啊 这平常的女厕所里 怎么会有监控呢 夫人一直跟我们在一起 怎么可能去偷呢 这视频 可能是伪造的 就是啊 这视频一看就是个假的 只不过是衣服和身形 有些相似罢了 根本看不清脸 倒是你 一直惦记着林志兴 还来污蔑我们夫人 行 看不清脸是吧 发这个呢 哎 哎 哎 夫人 这怎么回事 您怎么会拿林志兴啊 这视频 自然也是假的 脸拍得这么清楚 你还敢狡辩 于心阳 这视频 一看就是你用AI合成的吧 我知道你很多 他没想到你可是这么嫉妒啊 一个劲儿往我上泼脏水 对 现在AI技术那么发达 你居然用这种手感 卧槽 我们夫人 此时你能诬蔑的 这是胆霸包天 哎 你干什么 要想动手不成 是真是偷的吧 那我们现在就与对比指纹 看到底是谁偷的 你 你 你放开我 你贱人 你愿打我 我今天就是要打你 恬不知耻的贱人 偷东西 活该爱的 来人呢 给我把他抓起来 谁给你们的胆子 敢抓我们的余小姐 陈浩南 什么陈浩南 那是不知鼎鼎有名的 蒋大佬 蒋青 听说他名下的产业 遍补全球 就是在投资界 也是风生水起啊 哦 口气墙 蒋先生来了 看来这小偷是免不了 牢狱之灾了 不仅如此 明天的头条肯定是 朱林集团管理不但 纵容员工 偷到展会产品 哎呀 这样朱林集团可就臭棉远扬了 可不吗 明天股票肯定大跌 不能让公司形象受存 得以大跌为重 听说 有人在展会上偷了展品 对 就是他 不仅偷了林志兴 还污蔑总裁夫人 你刷什么东西 有你说话的份吗 是谁偷了林志兴 难道我会不知道 来人 把那位余小姐带走 等一下 别把事情搞那么大 赶紧及时你了 不要影响公司形象 原来是一场误会 我就是怕大家太过拘束了 安排了这么一个小插曲 这几位演的是真好 把大家都给骗了 几位演的是真好 把大家都给骗了 原来是一场戏 真是吓了一跳 没想到蒋大了 还有如此风趣的一年 希望大家没有真的被吓到 继续观赏咱们接下来的展品 我就先走了 总算是发起了一场危机 差点害了这小 这是怎么回事 蒋青怎么这么弹糊涛 对啊 那样的大人物 怎么会帮余新瑶撒谎呢 余新瑶 既然你这么多犯件不要脸 本来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我不想拆却那样 见不得光的蓝事 但是既然你要往我头上泼脏水 那也别怪我不给你留情面 余新瑶怎么了 大家恐怕还不知道吧 这个余新瑶 早就爬上了那个姓蒋子的床 啊 她有家事的 余新瑶 没想到你这么不要脸 为了才去当小三 破坏别人家庭啊 余娜 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比谁都清楚 别给脸不要脸 余新瑶 你还敢跟夫人这么说话 啊 我说怎么回事 那么大的人物 为你撒谎 原来你们俩是那种关系 哎呦 跟你这种人在一个办公室 可惜 蒋先生能怎么样 她哪有夫人厉害啊 那当然 行 你们信余娜是吧 那我要告诉你们 余娜这个总裁夫人的身份 是假的 你们还信吗 大家呀 可千万别听她瞎说 我可是堂堂林氏总裁的夫人 像林芝新那样的宝贝 我家里多的是 毕竟我可是凯瑟琳的高级VIP 凯瑟琳 高级VIP 带我们看看眼吧 当然可以了 正好过两天 我有一场宴会要参加 需要订这些小首饰 顺便带你去见下什么叫高级珠宝 正好 也让某人看看 我到底是不是总裁夫人 我怎么不知道 这凯瑟琳还对外定制 像你这样的土包子 连凯瑟琳的字母都拼不全吧 人家当然不会给你定制了 那我可不一样 这凯瑟琳珠宝 对我们林氏是不同的 不如这样 就今天 今天呀 我就带大家去见识见识 本夫人在凯瑟琳 是何等的尊贵 欢迎光临 怎么样 没见过这么贵的黄金首饰吧 要我说呀 你就慢慢看 反正像这里的首饰 你是打工一辈子都买不起的 不如趁这次机会 多看一看 多瞧一瞧 余娜 上次花了二十万 还没给你找藏区 行 这一次我再让你吐点血 你 把这款拿出来给本夫人试一试 不好意思女士 我们这款是定制款 不对外出售的 你知道她是谁吗 她可是我们的总裁夫人 夫人 夫人 夫人的朋友 肯定也是了不起的豪门贵妇 赶紧拿 不能得罪了 不好意思夫人 我不是道士您 我现在就给您试带 算了吧 把我之前那些高级定制 都拿出来的 啊 阿什么阿呀 没听到夫人说 让你把她的定制款 都拿出来 哦 我现在就去拿 不愧是夫人 能让我也跟着一堵 绝世珠宝的真容 来 把这个给我看看 叶欣耀 这里的珠宝 你配看吗 你就是看了 你能买得起吗 就别在人家珠宝店里 打猪脸 充胖子了 连接着凯瑟琳 卖的可是奢侈品中的奢侈品 随随便便一件珠宝 都要好几十万 你怎么就知道 我买不起 这位店员小姐 你是好家 你来说说 像她这打眼一瞧的土包子 浑身上下 可没有一价值钱活 你说 你就是把这珠宝掏出来 给她看了 她又能买得起 到时候谁买不起 还说不一定 就你这穷酸样 哪来的钱 要买这么昂贵的奢侈品 怕是把你自己卖了 都买不起吧 身上一股子穷酸碗 谁给你的勇气 进我们店的 你就是这么跟顾客说话的 我就这么说了 怎么了 反正我们这最便宜的 一件首饰 你也买不起 还顾客 把你们经理叫出来 你说叫就叫啊 他忙着呢 可没空打理 是这样 夫人 您来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 真是有事远 总裁夫人 你就是这家店的经理 是吧 那这个人 你认识吗 认识 还是 不认识 你认识我吗 不认识 于心阳 看了没 人家说不认识你 是啊于心阳 怎么样 那不下饭吧 是 还愣着干嘛呀 赶紧把夫人定制的 珠宝给拿出来 哦 上珠宝 上珠宝 这也太美丽了 不认识我能喝一碗吗 怎么样 于心阳 这么高级的珠宝 你怕是这一辈子 都没有见过一次吧 叫我两生好夫人 我不介意呀 多把它给你看两眼 不用了 我怕闪着我 吐老子 经理 今天夫人要带走这本珠宝 是吗夫人 对 我要带走它 好了 我给您包起来 等等 这钱不付了吗 没付 夫人 请您卖下单 夫人 你快买单啊 一会儿买完让我们摸一摸 那还必须上手看一看 多少钱啊 一百六十八万 多少 一百六十八万 按照夫人您的要求 一分钱折扣都没打了 哇 这也太贵了 不愧是高级定制 真是太羡慕夫人了 看你那没出息的样 这点钱对夫人来说不是九牛为盲啊 对吗夫人 当然 刷卡 好 来夫人 好司机 夫人 您的卡被限额了 个章男 竟然给我限额了 我今天早上出门着急 带错了卡 我改天再来去啊 我 夫人 你等等我 夫人 您慢点 夫人 夫人 今天这个珠宝真好看 跟你挺搭的 没拿下太可惜了 你说你卡怎么限额了 你看 我只是今天出门急 忘记带那张不限额的卡吧 再说了 这个品牌 平时我家那位 可给我买了不少 只不过平时 都是把图片挑选好之后 送货上门的 今天 恐怕只是我家那位忘记主族罢了 对 我听说啊 有钱人都不亲自买东西 都是挑好后送货上门的 也是 哎 夫人 我感觉那个于心瑶 好像认识凯思琳的精神 对对对 我刚刚看他们两个 一直没来眼去的 这还用问吗 没想到 于心瑶这个土包子 生意做得这么大 为了赚钱 这是什么都能活得出去 也不怕得病 不是 您的意思是 于心瑶是做那个的 天哪 说不定 那个精灵还是他的固定客户呢 要不然 怎么会去他说话 哎呀 合心死了 哎呦 怎么跟这种在于办公室 回去得调工位 来 来 夫人 哎 怪土包子 你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走 就 你知道他是谁吗 这是我们总裁 夫人 你怎么跟总裁夫人说话 命令你不用来啊 对对不起 总裁夫人 是新来的 对不起 这次给您带来不好的体验 吓死我了 心里 心里我错了 夫人我不是故意的 是我永远不是贪生 我要是知道你是总裁夫人 我是不会这样对你的 看来你还是没有意识到 自己错哪儿了 如果我们店的每个店员 都像你一样败高踩低 那我们这个店的口碑还要不要 我怎么 我怎么 夫人 我真的知道 错了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少爷我老瞎 我真的不能没有这本工作 夫人我求求你了 夫人 别说 糟了 都这么晚了 说好要去公司找贞销的 哎 等会又要哄他了 哎呀 是 我 夫人们走 登登 不应在了夜宵 嗯 可以 老公 别生气了 这不来了吗 买的什么好吃的呀 我买了你最爱吃的 余欣阳你干什么吃的 值得多久了 十几个还没有交上来 不知道这样会耽误项目的进程吗 那个 公司这个是麻烦的吗 没有啊 我出去接个电话 看来 有必要去公司一趟 是 余欣阳 这就是你害我出丑的代价 哎 余欣阳 你怎么还敢来公司啊 我为什么不敢来 你抄袭总裁夫人的设计 你简直是不要脸 你别装了 我们都知道了 他摆书这副迷糊的样子 真是让我恶心 我所有的作品 都是我自己原创的 我抄袭谁了 没有抄袭 那为什么你的设计 跟夫人的设计一模一样啊 连花纹图案都一样 怎么 你敢抄不敢认啊 你们怎么就怀疑是我抄袭 而不是余娜 夫人什么身份 你什么身份 我们夫人 会抄袭你一个实习生的设计吗 你 他什么呀 余欣阳 拿着你这副毒纸 赶紧给我滚来 事情都没有调查清楚 凭什么让我走 凭什么 凭你的事 和夫人的一模一样 主管 我看他呀 就是贯饭 是应该 你够上法理 还好这次抄袭的是我的 这要是抄袭了其他公司的 那咱们公司是要吃官司的呀 余娜 我看你就是贼狠捉贼 余娜 你想干什么呀 你要证 已经给你证据了 你一个实习生 不然还会抄你的吗 余娜 不然还会抄自己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平时就是这么欺负他的 你谁啊 你认我公司哪个部门呢 他的事啊 你最好别管 你该不会是这土包子的聘头吧 你知道他犯了什么事吗 他抄袭了总裁夫人的设计 简直是胆大抱天 我再说一次 这些设计 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 我没有借鉴任何人的作品 你哪个叫借鉴 你那简直就是复制粘贴 这位先生 我不知道你谁啊 于心瑶这人 不但平时生活作夫有问题 而且还没有职业道理 你啊 最好离他远一点 他的事啊 别管 你看你和你提他那么近 我看是你们胆大抱天 光天化日之下 贴赃下海同事 都是读过书的人啊 有事好好说讲道理 别动手啊 第二次了啊 夫人 这事得要做主啊 怎么走了呢 奇怪了 这次怎么什么都说就走了 怎么打了人就走了呢 打了人就走啊 不安啊 不安 跟我家赌他 吵吵吵吵吵吵什么吵 青年总裁人视察不知道 整个公司就你们最大声 你们是合同谈下来了 还是设计稿完成啊 都会自己跟我去 等等 我怎么听说 你们还陷害同事呢 我们可没陷害他 明明就是他恶人先告状 有必对 陷害同事这种事情 十分恶劣 我必须严惩 你们几个 扣除今年的奖金和绩效 还有 这种事情如果再发生 就不是扣钱这么简单 张楠这是怎么了 平时这种事 不都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的吗 夫人 这个张楠今天怎么回事 他平时都不管这些小事的 您这是怎么了 还敢吼夫人您 就是 凭什么只有咱们几个被扣钱 他怎么没事 张楠总不会跟他认识吧 认识倒也不奇怪 那个于心瑶不是干那个的吗 说不定啊 他俩还有一腿呢 什么情况 别跟我说话 我心情不好 吵死了 有什么可吵吵的 钱都扣了 吵吵有什么用啊 都怪于心你要这个土包子 让我丢了面 恨我不再在身上逃回来 老婆 要不咱们不去上班了吧 我养得起你啊 你是不是忘记我们的约定了 说好三个月的 我知道 但是今天的情况你也看见了 以你的性格啊 在职场总是吃亏 我担心你啊 我知道 但是成为一名优秀的设计师 一直是我的梦想 我也不想枉费我的传语 你也不想你的老婆成为一个一文不值的废人吧 给你怎么会一文不值呢 你在我心里一直是最毒于我 不准备说 不敢说 可以 你不是绘画丛吗 我认为画 那 你这手怎么划破了呀 月娜 这是你干的吧 这饭可以乱吃 话不可以乱讲的呀 明明是你自己做多的坏事 挨得倒霉 怎么能赖到我身上呢 就是啊 我们夫人人美心善 我看你就是为了污蔑夫人 自己像得狠手 那刀片就藏在桌缝里 一看就是人为的 我刚才明明看到你 从我的工位上离开 你还说不是你 你别在这胡搅蛮长 夫人刚刚一直跟我在办一起 哪儿的时间给你塞刀片啊 你听到了 人生物章都没有 你还什么口证 严止 你干什么 我们夫人什么身份 凭什么因为你的猜头 就要配合你啊 别再没事找事了 雨昕呀 我的时间很宝贵 没空没关系 雨昕你疯了 你敢碰我 你划伤我的手 我没拿留钻破你 我便宜你了 雨昕我警告你 我只想在这好好工作 你不要再折我 要不然 我一定把你打着 总裁夫人的旗号 在办公室里做一做福的事情 你弄总裁办去 雨昕阳 你笑死我了 还总裁办 你别忘了 夫人跟总裁可是夫妻 你觉得总裁 会因为你一个小职员 而惩罚夫人吗 你做什么春秋大梦呢 还有 像你这种 根本没有资格面罪总裁 行 你够 我够好心提醒你啊 我是总裁夫人 你说这总裁是信你 还是信我的 我劝你 立刻马上为你刚刚的荒荡行为道歉 不然我就开除了 还给你演声音 你是不是演着演着 就忘了自己是假的了 你又怎么了 云瑶啊 今天总公司会来视察 我告诉你啊 不要整掉额子 安慰一点 主管 她刚刚拿咖啡泼夫人 那余娜划伤我的手 你怎么不说 就是你自导自演在这儿的 你还想乌贼夫人 小丽呢 那杯咖啡 满意吗 我满意再来一杯 好了 云瑶你看到了吗 你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实习生 就算我欺负你 你又能拿我怎么样 是啊 小小的实习生 怎么能改和总裁夫人对着干 我才是总裁夫人 我才是总裁夫人 又又又又又又又 哦 你是总裁夫人 哎 刚好 我这里有份合同 我跟你说啊 他们公司是我们总公司的供应商 他们老板 仗着和老总裁是亲戚 根本不把我们分公司放在眼里 那现在好了 你不是总裁夫人吗 合同让你去先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什么意思 这场霸零 哎 话不多乱讲啊 我可是连续两届本公司拥有员工 公事公拜 哦 还有啊 下个礼拜一之前 我要看到签好的合同 在我的办公桌上 如果没看到 立马卷布盖给我滚蛋 老婆 太晚了 别熬夜了 嗯 你先睡吧 你改完了再说 你的手怎么了 没事 给我看看 我涂药了 明天就要谈判了 我今晚再改好了 是不是他没有欺负你了 手势设计师的第二生命 这样吧 这份策划案 我们合作完成 你说话 我打字 有你真好 今天南华派来的负责人是谁啊 张总 这个人呢 风评不太好 事实上我很混乱 不然和他接触会不会有危险 去查一下他们的房间号 是 张总 合格方的人来了 没想到 这余设计师不仅有才 人长得也不错啊 来 走走走走走 来 张总 郭长 这是我们今天谈论的方案 你看 合同啊 不着急 不着急 余设计师 来 陪我喝一个 这俗话说得好 这合同啊 就在酒桌上台 你不喝酒怎么谈合同 你说是不是 余设计师 郑总 不好意思啊 我不会喝酒 我也不会 这不是 喝着喝着 就练出来了吗 啊 来 真不行 我们还算算合同吧 余设计师 你这是不给我面子 今天你只要把我喝高兴 这合同 我立马就签 来吧 别客气了 余设计师 你这事 别给点不要脸 这杯酒你喝也得喝 不喝 我就要冻出了 你长得这么漂亮 我也不想给你动手 小姑娘家家的 脾气这么硬 不个软 这合同 今天不就签了 啊 张总 这酒我可以喝 不过张总 您答应我 喝完之后 我们就把合同签了 可以 您放心 我们的设计 一定会让你满意的 只要你把这杯酒喝了 合同今天我一定能签 啊 哈哈哈哈 别吓倒了 哈哈哈 你在这儿跟我撕破脸 女的这个门还能打着 想什么 我都想 你好掉 是吧 那也是 你猜我想带着 我告诉你 你要是敢对我一个头发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让我 你个笑 你怕的敢危险我 你怕的笑 你以为我真的怕干吗 他不过是个乳臭胃干的臭乳 我从来没把他放在我眼里 我从来没把他放在我眼里 林总 您怎么来了 我来晚了 你没事吧 林总 刚才是我合遂的 说的话 这个贱人还真的和林总关系匪险 快起来 林总是他先勾引我的 他为了签合同他勾引我 这跟我没关系啊林总 你放屁 就是你 就给你骗了跟我签合同 啊 我不签 你上来都把门锁了 过来对我动手动脚 林总 是他先动的手 我最多算是碰一步 这跟我没关系 你的意思是我的夫人 放着我这个林氏集团的总裁 不去求助 要通过去勾引你来谈下这个合同 是吗 是吗 我夫人 这是您夫人 如假包换 林总 林总我知道错了林总 我不知道还是您夫人 林总 您少了我这次 林总 不是 夫人 您少了我这次 您宽宽大量 您少了我这次 夫人 这些年 你一群龙丝 后悔了多少小姑娘 你还有脸羞情 我没有 别说了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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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凡我晚到一步你就出事了 终止约定吧 不行 这不是没事吗 而且做事也不能半途而废 对吧 我知道你担心我 但是我跟你保证 这种事情 以后再也不会发生了 你看你干的好事 你信你了 你知道这个项目 对于我们总公司来说 多么重要吗 你给他搅黄了 什么叫我给搅黄了 明明是南华自己用人不当 丑闻频出 再导致股票下跌 公司自然不会再跟他们有合作 怎么可能 南华是老牌企业 股票怎么可能会下跌 是真的 快看热搜 南华公司负责人张总 黑料评出 南华股票跌停 据可靠消息 南华或将退市 如果退市 将面临破产的风险 真破产 于心谣 你还当真是个扫本心点 这和人在南华谈个合同 却把人给搞破产了 依娜你讲不讲理 南华自己内部的问题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不管啊 这个项目是你解黄的 你自己一个人负责 我不希望你拖着整个部门的人一起下 上面还没问责呢 您就这么急着撇清关系 虽然跟南华的合作终止 但是总公司向了批文 这个项目还得继续 总公司给投资 多看看吧 哎呦 行了 你这是为了撇清关系 什么话都敢往外说 仨这种一戳就破的谎 他不高级啊 余欣雅 总公司下批文 也不会在到你一个实习生的手里 我到底有没有撒谎 你们看一眼不就知道了 呦 好像是真的啊 那这样上面就不会问责了呀 那你发什么疯啊 夫人你干嘛呀 这可是总公司上千万的批文啊 你们呀 都被这个土包给骗了 这上面签字的笔记根本就不对 这份文件是假的 这份文件是假的 假的 对哦 夫人跟总裁是夫妻 肯定更了解总裁的笔记 夫人说是假的 一定就是假的 我说呢 一个小实习生 哪里来那么大的能量搞定总公司的批文 原来是造假呀 余欣雅 你知道我下了多大决心 才接受这份文件的吗 哟 你这话说的 像是总裁求着给你一样 你怕不是得了梦想症 以为自己真是总裁夫人吧 这份文件 确确实实就是凌智小金笔签下的 你们要是不信 可以亲自去核实 主管 咱可千万不能去问她 这份文件肯定是假的 万一问了她之后 总裁一发怒 千连的可是咱们整个部门啊 林总啊 最近刚刚回国 还有很多东西呢 都不太适应的 这两天工作很忙 一忙啊 就发火 有时候连我都拦不住 何时 倒是也可以呀 这样吧 王总管 我来给他打电话 你来问他 不用了 不用了 夫人 我觉得既然合同已经确定是假的了 就没有这个必要 再去劳烦林总了 不是没事找事吗 残崩合同 伪造总公司批文 冒充总裁签字 你简直是无法无天 我看你这次怎么生产 王畅 怎么着 被我们拆穿了 还想闹事不成 余娜 你少在这谣言惑众 明明是你们就去试试 我看一会儿总部的人来了 你们怎么交代 哦哦哦哦 这次总部又来人了 我看这次找谁跟你 您好 是这次设计项目的项目经理 我姓吕 这两位是我的助手 余欣扬 没想到 你竟然这么不要脸 这为了逃避责任 趁找人过来演戏 你看 长得还挺像那么回事 我可没听说过总部有什么吕经理 你没听说过吗 这是分公司独特的欢迎方式吧 行 这次总部又来人了 怎么了 弄得那么敬意 我们都知道 你们是居心窑 请来表演的 赶紧滚蛋吧 我们也是带着人以来的 所以 请你说话奉尊重 尊重 你们都不知道哪儿冒出来的 给你们什么尊重 赶紧走人 再不走人我叫保安了啊 吵吵吵 你们又在吵什么 一天天 同学一下 今天总部 会来三位前辈 知道咱们的工作 你们一个个的 都给我打紧精神了 听见没有 我可怎么知道 什么那么巧 您是 我是总公司的吕尾 您就是吕前辈啊 您已经到了 哎呀怎么没早说 我还想着 给您办个欢迎仪式呢 我看不用了 分公司的欢迎仪式啊 我无福销售 我看是跟何总部 反映一下啊 分公司同事的 工作态度问题了 这 黄车 什么情况 误会 我们刚刚不是在排练 这个年会要上的小品吗 演着演着 李经理推门就进来了 这 我们秉持着张总 平时对我们的教会 做什么事情 都不能半头而飞 所以也是克服种种干扰 接着演下来 这不造成误会了吗 见笑见笑 李经理 不好意思 下厨不懂事 您多担待 多担待 哦对了 我呢 还得赶紧去趟总部 后边的事 王主管跟您对接 你要什么事呢 随时找我 李经理 你以后啊 我就是您的对接人了 务必 动作关照 你也不用客套了 我们也是带着任务来的 上面下面的批文 你们都看了吧 批 批文是真的 你说呢 那 那个图包子 真得到林总的赏识了 李经理 那我能麻烦请教一下 那为什么林总突然又支持 继续做这个项目呢 听说是给总裁夫人练手用的 具体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了 看看 我说什么来着 都是夫人的功劳 以后 我们以夫人 马首施战 大家都看看手机啊 都看一看 这个 才是公司真正的批文 大家都想一想 这公司的批文 一般用的 是不是 都是电子版 怎么会用制纸版的 这个 是我刚当信林总 特意为我们设计朋友 为的呀 就是防止某些人合同 谈不下来 连累我们 云阳 赶紧好好感谢感谢夫人 没差 你可都滚蛋喽 方案是我写 新的公司批文也是我拿来的 你不感谢我就算了 还电脑黑白 你还没完了 没有夫人 你的破方案 总裁能看一眼 嗯嗯 要不是我想继续 把这个项目做进去 你以为 你还能好好地待在这里 真是不知感恩的东西 行 有本事你就用总裁夫人这个码 用一辈子 难道这余娜 就是传说中的总裁夫人 那我岂不是公司第一个见到总裁夫人的 这利用好了 升职加薪 指日可待 你怎么跟总裁夫人说话呢 还不赶快道歉 你怎么跟总裁夫人说话呢 还不和夫人道歉 哎 余经理不光是个小小实际生 没见过世面 我们就不为难他了 夫人就是行善 那现在余经理你来告诉我 这个项目到底该有谁负责 这个方案本来就是总部留给夫人练手的 所以当然是夫人说的算 余经理这个项目一直是我跟进的 方案也是我写的 现在换人 于公于私都不对吧 就你那破方案写了个媒体有什么区别啊 现在换人有什么不合适了 再说了 你没有听到刚刚人家旅经理说过 这个项目是我家那位拿来给我人主用的 你还敢质疑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方案你会写吗 设计稿你会看吗 想结婚你得有那个能力 我可是听说夫人是国际顶尖学院毕业 能力自然没话说 这用不着你操心 行 到时候 你可别请我 夫人 这个方案着急要 您请快给我 怎么这么难 这根本写不出来 把这个项目的方案给我写完 这不是你自己懒得活吗 我怎么好意思见人呢 余星啊 你怎么跟夫人说话呢 夫人肯把项目给你是给你机会 别不识好胆啊 余星啊 你可别不识抬举 行 我可以帮你写 不过等项目完成之后 你得如实告诉大家 这个方案到底是谁做的 那 那就等你把方案写完我们再聊 啊 终于弄完了 就累死我了 都累死我了 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着装 特别你们几个女的啊 到时候给我穿漂亮点 别给我们部门丢人啊 喂 土包子 说你呢 你该不会没有礼服穿吧 到时候可丢死人了 月星遥 你要是没有礼服穿呢 一会儿我和娇娇会去挑衣服 为了不给咱们部门丢人啊 我愿意把我一件旧的给你 怎么样 你一定感动坏了吧 还不赶快跪下 感谢夫人大安大德 不然啊 到时候你等个出丑吧 你好 我来拿林总给我印证礼服 你谁啊 我是她夫人 就你 真是胆大包天 就你这穷酸的下等人 还敢冒冲锅太夫人啊 你怎么说话的 我来这买东西 不是替你一言怪气的 你这种人我见多了 光宽不满 不就为了找找见识吗 看完了赶紧滚 我可没时间伺候你 你怎么就知道我不买了 希望我们这穷酸药 你买得起吗 可别说大话了 这里任意一件礼服都要几十万 这可不是菜市场路边摊 听见了吗 土包子 这儿就不是你该进来的地方 老高 这位是总裁夫人 都在哪里去吧 你看您高贵的气质 就知道您是总裁夫人 您可算来了 哎 衣服啊已经被你准备好了 刚才那个土包子 还想闹出你 一下子就被我识破了 是吗 就你还做梦 是想家豪门呢 要我说呀 你这浑身上下的穷酸样 哪有一点总裁夫人的气质啊 就是啊 云西宁 这种高级货 你配穿吗 晚上的宴会啊 穿地摊不得了 别到时候打整脸冲胖子 不过你要顺意求求我的话 我也不介意从我的旧礼服中 选出一件借给你 这样在今天的晚夜上 你也可以多掉几个金珠啊 省得你每天这幅穷酸相啊 真是爱我的眼 你这穷鬼竟然是干这种职业的 真是脏死了 赶紧滚 可别脏我的地方 那我今天就偏要在这买衣服 你卖不卖 就算你买得起我也不卖 你这种人穿我们店里的衣服 真是拉低我们品牌的档次 这就是你对顾客的态度 吵吵嚷嚷的干什么呢 经理您来了 吵嚷嚷嚷的干什么呢 经理您来了 这个下等人试了一圈的衣服 目光不满还碰坏了我们的衣服 我让他赔 他竟然还要投诉我 经理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是啊经理 这位导购小姐说的可没错 这个人啊我认识 她呀压根儿买不起咱们店里的衣服 来这里来回试穿 恐怕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这下赔不起了 就在这里胡搅蛮缠 身上没有一件值钱货 就你这种穷酸鬼还敢来我们店呢 明天如果你不把钱还上的话 我就上法院起诉 你问都不问一下 怎么就断理他们说的是真的 我们导购没必要骗我 而这位小姐一看就是富贵的上等人 他们更没必要骗我 反倒是你这种诡计多端的穷人才会撒谎 弄坏了我们的衣服 还不想负责 你讲不讲理啊 不是我弄的 为什么要负责 就凭他们的一面之词吗 用你这样的金 怪不得店人的报告彩定 我看你也不用干了 怎么 你还能把我给开了 就你这穷酸样 还妄想自己有什么尊贵的身份呢 别白日做梦了 我劝你呀 有这时间不如好好想想 怎么把钱还上 好 哎 经理 你快来看看这件衣服 这件衣服 就是被他给弄坏了 好分你个于心瑶 你好大的胆子 闹了半天你还在狡辩 你敢说这件衣服不是你弄坏的 这下你还有什么话好说的 今天这件衣服你必须赔 这衣服我碰都没碰 为什么要赔 倒是你呢 你刚才就是鬼鬼祟祟的 是不是你弄的 黑心瑶 你什么意思 你是想说 我故意把衣服弄坏 栽赃卸来你不成 就是啊 你胡说八道别等着拍着我们夫人 我们夫人怎么会干这种事情 我看啊 就是你刚才看礼服的时候扯坏的 现在还不想负责任 总裁夫人 是的经理 这个呀就是林总夫人 哎呀对不起总裁夫人 刚才只忙着教训这个穷酸货了 还没来得及跟你打招呼 琴琴快去把总裁夫人那件印制礼服 拿过来 好嘞 不好意思总裁夫人 因为这个下等人 让你有了不好的体验 您检查一下衣服 不用检查了 我相信你们贵公司的手 哎 这谁让你干什么 过去换了这家抢东西啊 你心要 买不起你就抢了是吧 这衣服本来就是我的 余娜你闷心自问 这衣服是你的吗 当然 这件衣服 可是总裁专门为为定制的 怎么就不是我的东西了 倒是你 这光天化日不在地抢东西 大家伙可都是看见了的 你这个该死的下载人 竟然敢抢总裁夫人的衣服 真是吃了雄心抱子胆了 必须送去警察局 你放开 住手 你们这是胆大抱天 敢动我的人 怎么又是你 真是多管闲事 哎 你干什么的 你身为这儿的经理 你不知道他是谁吗 太爱谁谁 我们这里不欢迎你们这种穷人 你女朋友把我的礼服弄坏了 你赶紧去筹钱 要是一会儿等他进去了 你再去筹钱 那就来不及了 经理 话呢不能说这么亲密啊 你怎么能确定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呢 万一这位帅哥也是他的客人 那您说这位是这位帅哥女朋友了 那不是埋态人家吗 那正好 你既然有钱 那这条裙子你替他赔了吧 你不经过调查就乱给人定字 你这个经理是不是不想干了 你算什么东西 这儿可是林家的资产 你有什么资格指挥我 原来你还知道 这是林家的产业 不知道的 还以为这是你家的产业呢 喂 让新城广场的主管 三分钟之内到一楼的云宁礼服店来见我 新城广场的主管可是林总的表亲 就凭你也配认识新城广场的主管 老亲 我怎么不知道我有个表亲在这座主管啊 听你这话的意思 你是想说你就是林总咯 我就是林志祥 余仙阳 你俩可真有意思 你冒称总裁夫人 他冒称总裁 怎么 四兄双片啊 你要是林志祥 那我还是林志祥他奶奶呢 那我还是林志祥他妈呢 什么人敢在新城广场闹事 什么人敢在新城广场闹事 主管 就是他们俩 他们不仅损坏店里的礼服 才冒充林总夫妇 他们还要抢真正总裁夫人的礼服 他该不会真的认识林总夫人吧 我可千万不能被发现啊 这个人总裁夫人 是个主管 对不起夫人 我立马处理好这件事 你们两个冲刷货 赶紧滚 别在这打扰总裁夫人的雅兴 还好这人不认识总裁夫人 既然这样 那我可要借此机会好好报复一下这个人的新妖 不用了 不如这样 于欣雅 你呢 向我跪下 磕头认错 我不介意 把这件礼服给你 你们别太过分了 夫人 这可是高定 你就这么便宜他 高定算什么 像这样的礼服 我家里有的是 不差这一条 你们俩 赶紧给夫人拿钱 你有什么权利 对客人动手动脚 我可是林总千年到这 管理这件商场 你说 我有没有这个权利 既然你是林总亲脸的 那刚好 我们也认识林总 你把林总叫来 看到底是你跟他什么 是我们跟他什么 林总平时认女半斤 哪有时间见你这个小罗罗 于欣雅 谎话说多了 说到嘴了吧 刚刚还说自己是林总夫人 她说自己是林总 怎么 现在变成认识林总了 主管 你别听他们的 他们这种吓的人 怎么可能认识林总 要我说 这种无力取闹的人 就该丢死 就是 别人件衣服都扶不起 她说认识林总 你该不会 是根本就不认识林总 所以不敢叫我 怎么会 我怎么可能不认识林总 你等着 等林总来了 有你好看 好 梁柱 这边事情有点棘手 您看能不能让总裁 亲自过来一趟 我待会过去 还有 你赶紧把店里那件事情处理好 处理不好你这个主管 就别干了 好好好 总裁今天有事情要处理 过不来 不过总裁的梁柱待会就到 我劝你们抓紧错钱 赔着这条裙子趁倒滚蛋 不然梁柱来了 可不只是赔钱这么简单了 总裁梁柱要来 那我的身份岂不是 不行 我不能被他们发现 夫人这上去哪儿了 我不愿意跟你们这些下等人待在一起 我去别的店 等等 这事情都还没处理完呢 不是说梁柱要来吗 您不是还想听我道歉吗 等梁柱一来 我立马道歉 还是说 夫人您根本就不认识林总的梁柱 俗子想逃 夫人 梁柱马上就来了 耿她一会儿 一定能给你讨了公道 我要是真的认识什么梁柱 还用了你说 夫人 您是不是跟梁柱不太熟啊 开什么玩笑 我老公明见了晨夜千千万万 难道每一个员工 我都要去认识 那不这样吧 你不是说你是林总夫人吗 那你把总再叫 他叫过来总裁 林总再叫你 诶 于心阳 你干什么 难不成你叫总裁来想勾引他不成啊 对呀 我总算是 你三番五次的想借机见到老公 其实就是想勾引你了对不对 怎么 每次都要把他叫来 是想借机上位不成 我告诉你于心阳 有我在 你休想我就会勾引到林总 你笑什么笑 你的女朋友站在你身边 还一心惦记着别的男人 我要是你呀 恨不断 找靠外婆说立马吊死 罢了 我懒得在这里给你们这些笑容的技巧 真是浪费我一天的 焦焦 我们走 还不赶紧我们打一顿丢出去 林总管 林总管 林总 您来了 家里面已经处理好了 赶紧把他叫做出去 抱歉林总 我来晚了 林 林总 他真的是林总 那这位是林总夫人 你说呢 是我永远不成人家 林总 我错了 我该死 我有罪 我有罪 我刚刚居然对总裁和夫人出言不训 天哪 我刚才对总裁和夫人都做什么了 梁祝 既然这个主管不想做我 就换个人 顺便帮我好好查一下 到底是谁打着我的名义 胡乱的安查人进来 是 林总 我错了 你别解雇我啊 我错了 林总 是的你给我定制的礼物 没关系啊 我另外给你准备了一趟 你看 老婆 我待会儿还有事要忙 我让梁祝先送你过去 咱们再会场再会合 好吗 我先回去吧 林欣雄 这是哪儿找的新男朋友呀 之前那个小白脸 怎么这次没买 他拿不出手呗 也就脸帅了点儿 估计没什么钱 我身上下啊 应该都不超过一百块 好 云娜 你不是说你这礼服 是你老公给你定制的吗 怎么看起来不太合身啊 还是说 夫人您最近伙食比较好 给吃胖了 所以好像看起来 确实不太合身 是不是设计师良错尺寸 显得您比较丰满 你个土包子懂什么 我这个可是今天最流行的款式 哦 这样 原来青年都流行 能把小肚子给勒出来的人说 说什么呢你 那行 改名儿 我也把我的礼服改行 你 你死于心腰 你给我等着 你怎么才来的 你这实习生还要不要赶 我没迟到啊 没迟到 今天什么场合 今天公司宴会 像你这样的实习生 提前半小时 叫迟到 提前一小时勉强算契格 这么说明白吗 王主管 你跟他说这么多 又有什么用呢 这有些人吧 骨子里就是没有规矩的 你跟他说这么多 那不都是白虾吗 就是啊 可真没素质 那他也是实习生 你怎么说他 那那那那那 你在这个公司 犯的最大的错误 就是一直拿你跟人家做比较 人家什么身份 你能比吗 就是啊 你什么身份啊 你没素质 可别拉上我们夫人 这是我们夫人自己家的宴会 你想什么时候拉 就什么时候 宴会马上就开晓 瞧瞧让让的干什么 张总 您您来了 没什么大事 几个实习生 事情做不好 我马上教育一下 他不用 跟我来 嗯 嗯 讨厌 人家也想死那个 这可是余娜的声音吗 那男的好像是 那个张总 难道余娜 你既然得想担心开 我可以研究八岁无数 谁 没人 你倒在工具 如果马上开始了 先过去 这不是余心瑶的油盘吗 刚刚偷听的人 是他 你刚刚去哪儿了 晚夜马上就开始了 出去透透气 刚刚我总裁 会在每一个部门中 选择最优秀的一个项目 多自一个页 这么多 那个余心瑶 这次的项目策划 说做的很不错 这要是被他拿到了 那在公司不更得横行拔到了 余心瑶 你没想到 你的油盘 落在我手里 拿下这一个页的一定是 诸位 今天首先是为了犒劳大家 这一年的辛苦工作 我替总裁 敬大家一杯 第二个好消息 想必大家也听说了 总裁要在各部门中间 选择一个最有潜力的项目 素质一个亿 他们这个新总裁 真大方 说总裁的夫人 也在公司工作 那这个奖 咱们就别想了 看谁拿奖 谁就是总裁夫人呗 夫人 总裁对您可真好 这个奖项 肯定是专门为您设立的 我知道大家对奖项 有所顾忌 所以我们会采取 全程匿名的方式 听公司高层讨论 选出一个最有潜力的项目 再公布给大家 这样确实公平多了 那我要参加 我也参加 好 现在有奖参与的员工 可以把自己的策划案交上来 十分钟后 我们开始验收 余小姐 怎么 找不到优盘了吗 平时你这么在意工作的人 这个也会弄丢啊 我放家里了 不可能啊 我的优盘 平时我都是在在身上的呀 既然你找不到的话 那我可就先上去 教我的策划案了 余欣妖 我看你这次拿什么赢我 这次的奖项 可是总裁 特意为夫人设计的 余欣妖 今天公司年会 你把人掌点干嘛呀 不就又把人找不着吗 找不着就找不着 要不更好 生他丢人谢谢 余欣妖 这不是你的东西啊 你就不要再妄想了 一会上台给我鼓掌的时候 你可以得大声点 经公司高层讨论 本次项目大会的第一名 已经产生 接下来 我们会公布此策划案的 完整版 这不是我的策划案吗 难道知交知道 我们公司有这个比赛 偷偷给我报名了 本次项目大会的冠军 就产生在我们的设计部 是谁的策划案 可以上台领奖了 好 感谢各位领导的厚爱 我是这次项目的负责人 余欣妖 夫人 您太优秀了 我就知道 这个奖一定是您的 某些人 就算参加了又能怎样 不还是我们夫人的垫脚石吗 证明明是我的策划案 余欣妖 你又干什么 出来 别吓得我告诉你 有些人啊 就是见不得别人好 别人有一点好的要抢 真是不要脸 欣妖 你要是想拿这个奖 你完全可以自己 参加这个比赛 凭实力去拿 为什么偏偏要等我获奖 之后再诬陷我呢 你这演技 当什么设计师啊 当演员得了 欣妖 你要是实在想要 我把这一个一让给你 反正我们都是一个部门的 这个项目 无论是你还是是我做的 不都一样吗 这你的真恶毒啊 居然要抢同事的项目 这个余小姐身上的礼服 好演说啊 难道是前段时间 总裁花十个月 派下的那件海洋之星 好像还真是 难道这位 这位咱们的总裁夫人 难怪夫人不在乎那一个亿呢 人家随随便便一件衣服 都要十个亿了 居然 你现在最好当上大家的面 承击你出的谎言 要不然 去当众揭穿你的身份 李欣妖 你到底在说些什么 我明明自从上台来 什么都没有做 你为什么要来诬陷我啊 你连设计图都不会画 这策划案怎么可能是你的 这明明就是我这段时间 没日没夜地写出来的 为什么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你的啊 我就是他的证明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林芝肖 是本公司的现任总裁 这份策划案是我亲眼看着 这位于小姐所做 所以我可以为她证明 没想到林总这么帅 真是你亲有为啊 没想到我居然能在有生之年 看到林总真柔 这好像是林总第一次公开露面啊 她根本就不是林总 她是冒充的 于欣妖 你知道今天这是什么场合 平时让你的小男朋友 来冒充一下林总也就罢了 今天 当着全公司人的面 你居然还找这个男人来冒充林总 你是要把大家都当成傻子吗 大家当傻子的是你吧 米娜 你口口声声说 你是总裁夫人 现在真正的林总 就站在你面前 你难道认不出来吗 我老公 我自然认得出来 这个男人 根本就不是什么林总 我敢保证 他根本不是林子肖 保安 把这两个闹事的给我赶出去 我看谁敢动 住手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就是林总 我凭什么给你证明 你敢这么跟我说话 你知道我谁 我可是这间公司的执行总裁 你在我面前冒充林总 你就是张男是吧 是吗 现在知道吧 晚了 来来 把他俩拖出去狠狠打一顿 再拍两张照 贴在公司门口 以后他俩和狗 不得了 我看谁敢动 公总不想要了吗 于欣雅 四刀林总怎么还撞枪做事啊 保安 别听他们的 我以总的夫人的身份命令你们 赶紧动手 谁都不准手下留枪 你放开 我这是林总夫人 你给我住手 林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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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就不是什么林总 还有这个助理 一定是让人冒充的 来人哪 把他们三个 偷偷都给我赶出去 快给我闭嘴 两个助可是林总的天生助理 怎么会弄错 天啊 我对总才不然做了什么 我不信 于晓这个贱人 他根本就是为了 抢我的项目 故意来找的演员 张总他们都是假的对不对 他们都是起来的演员对不对 你快着玩 你着玩我怎么都赶出去 赶走 你给我找麻烦是不是 李总 我这简单来的 不光我的事啊 你呢 已经失了日了 谁跟你的胆子冒充总裁夫人 还不过帮你一起欺负他 你赶紧道歉 你看 诸位 黄义仙 你这个贱人 你不能好死 米娜 我给过你机会 是你自自盼莫虚荣 不知悔改 一而再三而三地冒充我的身份 还利用我的身份来做坏事 这都是以后我干 这一切都不是因为我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 都是因为你 这些话 你留着跟警察署去 你呢 你失了日了 谁跟你的胆子冒充总裁夫人 好 报恩 把他脱出去 张总 张总 贱人 谁让你帮我夫人呢 夫人 我是说那个贱人蛊惑 夫人 你给我一百个胆子 我又不可能这样对你啊 夫人 你一直对我的夫人出言不逊 有个公司不欢迎你 你被开除了 林总 你不能开除我 你要是开除了我 就再也没有人敢用我了 林总 求求你 别开除我 行了行了行了 犯了这么大错 林总让你滚蛋 你别人才滚蛋 林总 对手下人犯更大的错 你捧高踩低 屈烟腹势 对普通员工动则打骂 你也不配留断 啊 梁助理 这两人 立刻开除 我个路人 哎 不是林总 这是误会 你别开除我林总 我不是公司立国 听到了 我这几个贱人 不知道 小小气 你和云娜到底什么关系 没有 没关系 他就说我不没小人 不熟 一点不熟 张总还真是健忘啊 那个云娜 多次和你一同出入宴会 近几年 您一直和他待在一起 您说不熟 我知道他们是什么关系 讨厌 人家也想送你 你在哪儿啊 林总 我一直糊涂 你原谅我一次 我对您跟对助理 都是忠心耿耿的 张南 你身为执行总裁 以权谋私 你明知道 林娜不是总裁夫人 还帮她隐瞒 留你这样的人在公司 就是所害公司的利益 林总 你跟夫人说说 就原谅我 她的话 就是我的意思 你的确不适合在这个公司 梁助理 张总 请吧 从今以后 在公司里 我夫人的意思 就是我的意思 她的命令 就是我的命令 若有人违抗 就自行离职 永不录用 来 星瑶 我好了 你爸出事了 什么 啊 要不要陪你进去啊 不用了 这可以 爸 妈 你不是说爸出事了吗 你个小素材子 你怕你个事出事了 我活得好好的 你心里难受是不是 这不是之前让你回来 你不肯回来吗 没办法 你没出的主意 让我跟你说 你爸出事了 没想到 你还真回来了 说吧 找回来什么事 我跟你说了一件好关事 今天晚上就不要到后面去住了 明天早上 把人家见个面 早点妈说个病啊 我不见 烦你了 我告诉你 你见一见 你妹妹结婚 要用钱买房 你要把事情弄砸了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所以你为了给他买房 就要卖掉我这个女儿是吗 姐 你说他真男人黑 什么叫做卖的 爸妈养了你这么多年 回爸爸妈我们怎么了 养我 从小到大 我的学费生活费 都是我自己挣的 就连你上大学的钱 也是我替你赚的 你们养我什么了 让我还没费一个小大伙 老子养活你这么多年 你就这么被老子说话了吗 哎呀 老子 从小到鸡鸡鸡鸡鸡 兴阳 你能不能别起你爸了 好歹我们是你的养父母 你帮帮你妹妹怎么了 说吧 你要多少钱 我说了多少钱 你给得起吗 再说了 你用什么给啊 就用你打工赚的那些窝洞费 我跟你说呀 就嫁了吧 那家人的条件可好了 就是那个男的 不过你也不介意呀 我不介意 我费大死你不可 我已经结婚了 什么 你这个贱货 居然背着我们跟外面的野男人结婚了 你这个赔钱货 懂不懂自爱呀 我不管你嫁给谁 抓紧就不败灵魂手续 我们想的钱都送了 我们家的小肥 你别给我就链子 我给你东西 我给你 四百万 你给得起 支付宝到账五百万美 这五百万 你哪来的钱啊 哪来的你能给我 这五百万 就当买到我们的关系 从结婚后 要再联系 哎 挂他 挂他 你不能让他走啊 就不让他走了 王家沃又有人拥败 妹方这个黑钱货 挺有钱 既然他愿意给 那我们就免无其难的收下吧 发声 赛 邓老师 快请进 快请进 没想到 您拦上我走 女儿 你还在急床呢 孩子不懂事 赖出啊 疼吗 他杖出 无论 邓老师 请坐 对 请坐 这种坏习惯 我希望 你女儿在嫁给我们家之前必须改掉 要不然怎么能厕所好我儿子 这这这 什么 媳妇儿媳妇儿不嫁了 老余这是什么情况 说好了今天带我来见你闺女 你闺女居然不散 你让我儿子的面子我哪个 亲家伙 别能气别能气 什么亲家伙 我警告你 你可说收了我们家的钱 我们王家的钱可不是那么好拿的 当初答应的好好的 现在想反悔 没玩 什么时候会放心 我一定把他叫回来 保证让咱的王公子去上媳妇儿 有人干吗 谁呀 岳父 岳母 你们哈 来 把礼物拿进去 这这男的 什么钱 谁呀 你们谁呀 你谁呀 我是于新娘的老公 我想接新娘回家 老余 你什么意思 你女儿已经结婚了 还让我死了相亲 怎么可能呢 我女儿亚跟你没结婚 哪来的丈夫 你从哪儿冒出来的 你会真是那死丫头 昨天说的那个结婚对象吧 他要是找我们要人 我们从哪儿给他找星瑶去呀 快快快 我们家不怀念你 走走走走走走 我这是新娘的老公 业父 我们可以谈一谈 业父 我们家不怀念你 马上给我滚出去 业父 我真是于新娘的老公 要不然把新娘叫出来 我们坐下来谈一谈好不好 你别胡说八道啊 我家没有你这样的女婿 我女儿又没有你这样的老公 马上给我滚出去 他就是我于新娘的丈夫 你个死丫头 你跑哪儿去了 昨天晚上不是让人在家了吗 怎么又跑出去了 媳妃 天哪媳妃 你这女儿长得还行 我儿子像中了 赶紧把你家这些浪事给我处理好了 下周就来我家伺候我儿子 那两百万 我现在去让我老公打给你们 媳妃 我们一起玩吧 我的老婆 不是你们拿来交易的工具 妈妈 来救我 妈妈 来救我 妈妈 好啊你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这样敢动手打我儿子 我现在就叫我老公过来收拾你 你给我等着 老公 你给我打儿子 你快过来 你这个腻 我真是白俩过你了 你竟然带人打伤王兽 哎呀 这个死丫头 这么对待你爸 真是没天理 真是不孝啊 从你们把我卖给别人 当儿媳妇那一刻起 我却不是你们女儿 我明明给了你们五百万 你们收了钱 还让王家人来 根本就不是去 而是想要榨干我的最后一点利用价值 你看这个死丫头说的是什么话 你想逼死你爸妈妈 我们辛苦帮你拉扯这么大 你就这么对待我们 哎呀 真是没天理 大家都过来看看啊 我女儿偷偷在外面 野男人结婚 还把野男人带回来 打伤了他爸 我复活了 你不用寻思迷活 这些年 你们怎么对我的 已经基本上心智动力 现在还不经过我的允许 把我许佩给一个傻子 不就是因为 打了丫头 我面前发色 老公 你可来了 就是这个小贱人 他不能羞辱咱们儿子 还让你娘子给打了 小子 就是你是吧 知道我是谁 我可是林氏集团的总经理 你敢动手打我儿子 你小命不要了吗 你是林氏集团总经理又怎么样 你的儿子骚扰我老婆 我教训他很多 算是亲的 老公 你看他这压根就没法怎么放在眼里 今天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他 好 你们是这样的人多是吧 你给我等着 你们这种人 什么是林氏集团 大概都没听说过吧 今天 就让你们好好开开眼 林氏集团 是不是咱们是排斥第一的那个林氏集团 妈 怎么办啊 于欣耀得罪的林氏集团 他说不会连累我们家吧 林氏 你自己捅的路子 你自己解决 别指望我没给你擦屁股 一会儿林总要亲自来 你给我等着 林氏集团总裁 怕了吧 怕了就赶紧给我儿子道歉 好好的伺候我儿子 我兴许放你嘛 我太害怕了 林氏集团的总裁是吧 行 等着啊 老婆你坐下休息一会儿 我看你真是不到黄河不死些年 不过你想死 我就成全你 王总 是他掰断了您儿子的手臂 和我们瑜伽没有关系 你千万不要错怪我们瑜伽 你们瑜伽更可恶 把一个离过婚的破鞋塞给我儿子 你们一个都别想跑 还不快给王少道歉 你妹妹的工作还要麻烦王总 要是因为你 你妹妹的工作泡汤了 以后你就别想出现在瑜伽 黄经理啊 什么事还要我亲自来啊 林总 您来了 本来不应该麻烦您过来 不过有人瞧不起咱们公司 瞧不起咱们的林氏 不就是瞧不起您吗 谁敢瞧不起林氏集团啊 谁啊 是我 林总 林总 您这是做什么啊 他不就是一个臭打工的吗 不是 你知道还有谁吗 你怎么敢这么跟他说话 他是谁啊 他就是林氏集团的总裁 他就是林氏集团的总裁 没错 我就是林直销 但是这个林总 我就不知道哪来的了 林总 我错了林总 你再给个机会 你放我这一次吧 小杨 你在公司也这么多年啊 你身为一个秘书 竟然在外面冒充总裁 念在你跟我多年的勤奋上 你就自己辞职吧 林总 林总 你 你真是林氏集团总裁 那是小贱人 那个贱人 想是让我丢到工作马 他就是董咱夫人 是 我有眼无助 都冒犯不累 你是林氏集团的总裁 你是 我就是林氏集团 兄弟 我林氏集团 现在怎么什么人都能进 是是是 不不不 我可是集团的老员工了 这集团已经干了很多年了 工作很多年 行 那你明天自己去跟财务稳工资吧 林总 你不能看出我啊 我这么太年纪了 到哪去找工作 林总你也知道 我有个儿子还要养 林总 你不能看住我啊 林总 你不能看住我啊 林总 你不能看住我啊 老公 嗯 他们 你别担心 他们在我临时工作这么多年 赚的钱 够得活几辈子了 岳父岳母 现在咱们可以聊聊了 老公啊 哦不 姐夫 你真是林氏集团总裁啊 新晨 你少到近乎 都说丈母娘看女婿 越看越喜欢 新阳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们 你这个老公呢 你要是早点说 今天不就没有这些事了 就是 你说这丫头 女婿啊 我默默地问你去 你有多少钱呢 他没多少钱 别问了 姐 你真小气 我们这不是关心你吗 姐夫啊 熟悉熟悉 钱都是公司的 打他主意 姐夫这么厉害 是不是 可以把我安排进林市啊 你连学都没正经上过 你去林市能干什么 姐夫 姐姐平时是不是管你特别严 哎呀 姐夫 你跟姐姐怎么认识的呀 余星辰 你不就想去林市上班吗 答应你呀不行吗 这不就得了 余星啊 我告诉你 你呀 别给我转一个什么没用的职位 我怎么着也得比你高点 要不然 我到时候就去你公司那 姐夫拜拜 哎呦 我老婆生气了 哎既然生气 你不如刚才直接回绝掉好了 干嘛还答应她啊 你不了解她 要是不答应她的话 她一定会一直缠着你 那咱俩明天才能逃出来 行了 没事了 这事 就交给我处理吧 好吗 哎呀宝贝 还是你有手段呀 要不然 尹姐的性格 肯定不能让你进林市集团 不然 你以为我真愿意去上那什么破班 不为了上班 那还求他们干嘛 当然是为了我赢到有钱的姐夫了 等我进了林市 不就可以天天跟姐夫接触 到时候 还有余星有什么事 还是我女儿聪明的 到时候 供应上你的有钱的姐夫 嘿 想要多少钱美国啊 对呀 我怎么没想到呀 哎 那个小贱人是铁公鸡 你这个姐夫可不是啊 也不知道姐夫 我看上那死丫头哪儿 余星辰 你怎么在这儿 余星辽 没想到 你还用这么老土的招式啊 这是我老公的办公室 你在这干嘛 我现在可是林市的正式员工 我不在这儿 还能在哪儿呀 林芝香让你当她的秘书 对呀 我现在可是姐夫的贴身秘书 怎么了 你开心了 这是我的胸牌 哦 给你 谢谢 你是今天来面试的余小姐是吗 对啊 总裁吩咐了 你有什么事就跟我说 我来安排 刚刚出去的那个是公司的吗 你是说夫人吗 夫人是林氏子公司 朱林公司的设计部总监 那林氏和他们公司有合作吗 有的 那以后我负责吧 以后我负责跟他们公司对接 我可是总裁直派过来的 要是这个项目不给我负责 我就跟总裁说 贵公司可是连秘书都不尊重我 好吧 怎么了这是 谁负责这个项目呀 虽然知道那么久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是你 怎么了姐姐 看见我不开心啊 唉 你资历不够 这么大的项目 你能负责吗 资历不够 姐夫说我 完全可以胜任这个职位呀 正好我们俩姐妹 曾经曾经感情 必须两得吗 完全能胜任 你看得到我的设计狗吗 看不懂 不就是一堆线条吗 姐夫说了 我可以按照我自己的喜好来判断 喜欢就通过 不喜欢就不通过 简直是胡闹 怎么了 姐姐 你生气了 干嘛 怎么了 吃枪药了 晚上在公司等我 妈办了个晚宴 我去接你 凌家晚宴 我也要去 贵星辰 凌家的晚宴你去鬼 当然让你看看 去不去 哎 老婆 不是说好了我来接你吗 走吧 妈妈还在等我回去吃饭呢 姐姐姐夫 哎 姐夫 我姐这是怎么了 是不是生我气了 她 她 真的生我气呢 没想到姐夫脾气这么好 我姐还跟姐夫生气 真的太不懂事了 嗯 你有什么事吗 现在太晚了 我不敢回家 姐夫可不可以送我回家 行吧 上车吧 姐夫万岁 姐夫 你和姐姐晚上是不是有什么活动 哎 喂 林哲笑 你怎么还不来 刚回国第一场宴会你就迟到 这一点都不想我啊 哥哥你好 你们晚上的宴会我能去参加吗 什么情况 哟 林哲 宴服不浅呢 一次带两个美女出席 你这张嘴啊 说是不想要了 我不介意帮你把她给封上 开个玩笑罢了 嫂子 初次见面 请多关照 杨胜 你认错人了 我叫于心晨 于心瑶 是我姐姐 哦 不好意思嫂子 第一次见认错了 没关系 在国外玩得开心吗 来这么晚 还有心思跟男人在这里有说有笑 妈 怎么了 我还不能说她了 来这么晚也就算了 还不跟我打招呼 真没规矩 阿姨哈 哟 这小姑娘是谁呀 长得这么标志 还这么有规矩 不像有的人 真没规矩 阿姨 我叫于心晨 是于心瑶的妹妹 今天冒昧来参加宴会 没通知您一声 您别怪姐姐 是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种场合 想来见见世面 您不会怪我吧 于心瑶 你就是这么对你妹妹的 你嫁到我们家时间也不短了 你拿着我们的钱就是这么对你家人的 你拿着我们家的钱 你到底去干什么了 妈 你根本不知道情况 你少说两句吧 阿姨 你别怪姐姐 虽然姐姐平时很少回家 但是对我和爸妈都很好的 现在我们家不会交不起暖气费了 于心晨 你手在那胡说八道 孩子 不要听她的 她是怎么对你和你父母的 告诉阿姨 阿姨给你呈养 没有没有 姐姐对我跟爸妈可好了 前段时间还给爸妈拿了五百万呢 她就是说她最近有事 暂时叫我们不要联系她 我知道她手头上有个很大的项目 很忙的 这不就是拿着钱和她父母断结关系吗 她爸妈真是太可怜了 这小姑娘还以为她姐姐是真帮忙呢 真没想到这林总夫人居然是这样的人 林总怎么会喜欢上这样的女人啊 林子强 我之前就不同意你跟她结婚 之前不顾我的反对 偷偷的跟她领了证 现在看清楚了吧 这个女人是怎么样的平行 她对自己的父母都这样 还指望她对我好吗 妈 心晨家里情况确实很复杂 但是咱们也不能在公开场合说这些吧 你只要知道她不是那种人就可以了 我们走 facing a future 余欣雅 你的好日子要到头了 介绍一下她们的认识啊 给大家介绍一位美女 新陈 这是李总 王总 很高兴认识大家 别不开心了 你妈会知道你的好的 其实我一直都知道 你妈妈不喜欢我 所以我也一直想讨她的喜欢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所有人好像都更喜欢于新陈 我父母也是 你妈妈也是 你说是不是我真的不够好 当然不是啊 只是他们还没发现你的好 还好有你 姐夫 姐夫 谢谢你给我介绍工作 也谢谢你带我来宴会 这一杯呀 我敬你 别客气 我应该做的 姐夫 今天之后 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姐姐 我刚刚听到有人在背后议论你 我不知道我说的那些话 会让别人误会你 都是我的错 这样 这杯当时我赔你道歉了 你 月星辰 我可以不计较你刚刚说的话 你也可以继续留在林氏 但是你以后 要是敢做出伤害林氏 或者林之消的事情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姐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的 我去找西路见 姐夫 姐姐主要不太好 我先带她去休息啊 好 来 走 慢点 姐 你是不是头很晕啊 林氏虽然极少喝酒 但也不至于喝一小口就醉了 今天到底怎么回事 姐 要不我扶你去休息吧 走 喂 搞定了 你快点来吧 我的好姐姐 你就好好享受享受 您走 您走 这次项目上多亏得到您的帮助啊 下次合作 谢谢您走 这是我和儿子杨昊 好 很高兴 这是星辰 太好了 别动 把值钱的东西交出来 要不然我就杀了他 你 冷静 你不就是想要钱吗 你把林阿姨放了 你抓我 林阿姨年纪大了 经不起下的 你当我傻吗 这是林氏集团总裁的母亲 你算哪根葱 我是总裁夫人的妹妹 你抓我也是一样的 她是我该女儿 你放了我 我给你十个亿 放心吧 我绝不会来这样的 阿姨 真是胆大抱贴 看她逃哪儿去 给我追 追 干嘛 我看到歹徒进了姐姐的房间 我带你去 是吗 去 全在哪儿 云新阳 今天就是你身败名列的时候 姐姐 什么 徐元在我戴眼皮底下 给我儿子戴绿帽子 没想到 出去出去出去 妈 别叫我妈 没想到 这林总夫人玩得这么慌 现在看上这种儿媳妇 我真是作孽了 你知道这么帅的男人 又温柔 还有能力 这女的怎么舍得背叛林少爹 出去出去 出去 别看了 云新阳 今天就是你身败名列的时候 姐姐 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呢 姐夫对你那么好 你竟然还背叛他 你让姐夫的面子往哪个 林阿姨的面子往哪个 你让他们以后怎么见人啊 你那个姐夫呢 给我出来 竟敢在我眼皮底下做这种事 给我们林家丢脸 你们两个都别让跑 你们的这个吗 姐夫 怎么是你啊 你这话说的 不是我还那是谁啊 没谁 我明明给姐夫也下了药 怎么姐夫没事 很想和姐夫生米煮成熟饭 现在 你们两个在胡闹什么啊 啊 新阳刚不是喝多了吗 我就上来陪陪她 照顾她 干嘛 你就别掌握这事了 年轻人意识冲动 不是很正常吗 更何况他们心灰压耳的 这也不是在努力 给你抱孙子吗 那也不明在正常的胡闹 都给我出来 我有话要说 太后一来了 怎么知道你在这儿 这钱挣得吃啊 有人拿钱 有个这么漂亮的女人玩 我告诉你 我老婆是林氏集团总裁 林志晓 你要是敢动我 但是不会放我你的 怎么你是林氏的 别听说过 你少了就叫我 老子才不管那么多呢 先说了再说 你别过来 清阳 清阳 清阳你怎么样 你还好吗 你怎么了 清阳 那不放手就回家了 好不好 查一下 是谁搞的鬼 各位 今天把大家记在这儿了 是为我刚儿子杨浩 接风洗成的 好 现在 我有一件更重要的事 要宣布 于新城以后 就是我的干女儿 妈 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不让我商量一下 有什么好商量的 刚才被歹徒挟持的时候 你在和这个人 在做那种事 你还有我这个妈妈 妈 你根本不知道 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她 哎 你瞪她干什么 刚才要不是她 歹徒都不知道 把我怎么样了呢 好了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新城明天就搬去 跟你们一起住 什么 那可不行 她都那么大了 为什么跟我们一块住 怎么不行 你们都在同一个公司 以后上下班 也有个照应 干妈 这样姐姐会不会不开心啊 姐姐会不会不开心啊 她有什么不开心呢 她容不下你 是她没有容忍之谅 以后她如果欺负你 你就告诉干妈 干妈给你成药 新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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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担心 等我把事情都要清楚 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余星辰 是你非要往我身边走 那就别怪我不留情面 姐夫 你醒来 我给你做了爱心早餐 你怎么穿成这样 我来得太匆忙了 没带睡衣 穿着姐夫的衬衫 姐夫不会介意吧 余星啊 你干什么 这不是给你做的 不是吃你点东西吗 这也冲出气了 我 我知道 这不就是做给我老公的吗 如果我老公都是我的 给他做的东西 自然也是我的 对吧 老公 给他做的东西 自然也是我的 对吧 老公 当然了 上班去了 你 林芝肖 我不信我还拿不下你 星辰啊 你中彩片了 这么贵的包 你就直接买了 十八万呢 比这贵十倍的包 我都买得起 你这也太不正义了 发财了 也不说隐见一见哥们 什么 你不是想知道 我是怎么发财的吗 看见那个女的了吗 嗯 那时候我姐 你只要把她上了 就给你一百万 花钱让我上你 姐 她怎么得罪你了 让你做你就做 哪那么多分话 得嘞 得嘞 王晨可是个疯子 于心瑶 看你这回走道 美女 加个微信 不好意思啊 我结婚了 就加个微信 你放心 不会骚扰你的 让你走了吗 你放开 你这确凿 看姐夫还不信 我真的知道我是谁 我刚生的女人 还没有得不到的 你口中 得到女人的方式 就是强迫吗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可是和林氏集团 有着深度合作的 王家二公子 你要得罪我 你知道会是什么下场 会有什么下场 我会让你在江城消失 那我倒是很好奇 你怎么让江城消失 我还没有人敢让我这样丢面子 不想活了吗 你警告你 我老公是林志肖 你只要这样不是什么后果 你老公是龙志肖 不是于心晨他姐姐吗 真捏着他还能拍上林志肖 你不姓晨了你吗 姐姐怎么了 你不是很喜欢 别男人这么粗暴的对待吗 我看起来看你很享受啊 西晨 你能搞什么 我这个哥们 我只不过想介绍 你俩认识人生而已 你姐姐说他老公是一只心 是这样 是 不过很快就不是 这张照片 我已经发给姐姐 大庭广众之下 大庭广众之下 我看到时候姐会不会痒 于心晨 你是不是指挥这种小学生的手段 你觉得真像他会心吗 让开 我会心是他 到时候身体煮什么熟饭 看姐夫会不会痒 拉走 你干什么 你放开我 老师爹 我劝你这个好不要挣扎 这还能少受点折磨 陈哥 当你了 不愧是林志祥的女 就是比别的女人诱人呀 你知道我是他人 他敢这么对吧 你就不怕 事到如今 你还认为他会管你 你妹妹 你还不了解 他们早就是母子都熟了 不可能 我相信之前 我相信他的为人 你还真是天真啊 我比你更了解 一个漂亮女人勾引她 你觉得她 会拒绝吗 你以为所有男人 都跟你一样 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乱泪水 我相信 我现在就让你好看看 你口口声声说相信的男人 你那边做什么 我看看 看看你的男人 是怎么被你那边勾引的 我相信 看完了 现在 人到口门了 你又是乖乖听话好好看 不保证今天咱们哪儿去 我怎么能 要是你还敢这样 那我可就不能保证 你这细皮温肉 还能不能 我还要是你走出阵 要是你哪里被玩坏了 可就别跟哥哥 被你先歇欲了 你 杰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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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 bevor 杰工 你 杰工 他 老婆你没事吧 对不起 对不起我来忘了 你别吓我 还好吗 我送你去医院 我送你去医院 姐姐不会有事吧 欣杨 欣杨你醒了 你个男人是怎么为你为你勾引 姐姐 姐姐 你没事吧 我听医生说你在仓库里待了一天 我怕已经和那个男的 姐夫 你可不要嫌弃姐姐 你可被罪了 欣杨 其实如果不是因为新春打电话跟我说 有人把你带走了 我还没那么快赶我去救你 你醒了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姐 滚 姐姐 你怎么能这么和姐夫说话呢 姐夫担心你一整天了 我让你滚出去 恭喜灵总 怎么了 什么事 恭喜灵总和夫人 夫人已经怀孕了 什么 真的 我看 姐夫 姐姐好像有危险了 在哪 把位置发给你 我对 亲爱的 我看总裁夫人位置 我看总裁夫人位置 还能做多久 我 新疆 你听到了吗 我们要有孩子了 姐姐姐夫 恭喜你吗 我们先出去了 我想一个人态度 姐夫 你也别怪姐姐 姐姐现在情绪不好 也很正常 她平时也不这样 知道了 你先回去吧 今天你要辛苦了 姐夫 你也注意休息 该死 没想到于心瑶居然怀了孩子 不行 这个孩子始终是个火 不能让这个孩子流下 心瑶 还追我 昨天在干什么 昨天 昨天 我的办公室处理文件啊 怎么了 李星辰发明的照片 我看了呀 那又怎么样 我相信你啊 既然这么相信我 那我是不是也应该相信他吗 于心瑶 看你干的好事 李星辽 看你干的好事 妈 你怎么来了 这里是病房 有什么事 咱们出去说好吗 多其说 你还记得我们凌驾不够丢脸吗 你说什么呢 妈 你自己看了吗 你 还好意思问怎么了 你是不是被人绑架了 还被人 那个了 这个照片 是从那传出来的 什么照片 你照片 妈 我没有被 大第一时间 你把我救出来了 这个 姐 你现在解释也没有用的 照片已经放出来了 没有人跟上司 李星辰 我告诉你 我不必让一个身子 不干净的女人 做我们邻家媳妇 这事情发酵更严重之前 赶紧的之前离婚 不行 怎么不行 跟她离婚 娶个清清白白的姑娘 不好吗 我看心神就不错 还救了我一 赶紧的这个女人离婚 曲先生 不行 妈 我爱的是新阳 而且 她已经怀孕了 什么 什么 怀孕了 该不是她知道 自己被男人 恋悟的消失暴露了 不议说怀孕 好留住你 妈 这是医生说的 而且你也说了 你不是早就 想抱孙子了吗 新娘怀孕 这不是好事吗 干妈 这是好事 到时候 姐姐生了小孩 就有小朋友陪你了 只不过 这谣言要是不处理的话 到时候 大家会不会误以为 姐姐的孩子不是姐夫 这个孩子不能理 不行 不行 我没有做过的事情 我不会认 照片的事情 我会处理 孩子是我们直销的 只有我们有权力 决定她的权 这林家是你说了算 还是我说了算 我说这个孩子 不难留就是不难留 我绝不能让任何人 污了我们林家的名声 你赶紧准备准备 跟这个女人离婚 曲先生 妈 妈不行了 妈 你听我说 妈 妈 妈 我不能去新城 有过的你想不想 这乖子 你都指着我的时候 是新城站出来 要顶替我 要是没有新城 你恐怕就没有 我这个妈了 必须跟那个女人 离婚 其他 妈 当天的事情 另有其他 我跟新娘 都被人家了要 我怀疑 一切都是最后安排好的 尤其是那个歹徒 我二梁出去 查了当天的所有人 就是没有 那个男人的踪迹 我猜测 他应该跟那个 想对新娘下手的男人 是同一个人 你不就是想说 有人故意让新城接近我吗 拿出证据来啊 但是 在拿出证据之前 你还是要跟那个女人离婚 给我三天睡觉 姐姐 现在姐夫 不应该叫姐夫了 知肖现在可是我老公 你乖乖把孩子打了 把林峰人的位置让开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这一切都是你一手策划的 我知道又怎样 证据呢 王晨就是最好的证据 只要找到他 就可以证明 这一切都是你幕后指使的 还有上上的情况 所以的证据都可以证明 这都是你做的 你以为你比我聪明是不是 你能想到的 我会想不到 王晨我早就找人做掉 还有那些监控 我也找人删了 现在的我 就是一个心疼姐姐的好妹妹 你拿什么和我斗 李星辰 你就好好享受 你最后做林太太的时光吧 现场那么多监控 你一点有度都查不出来 你到底干什么迟的 抱歉林总 所有能查的监控 全都被毁了 没有有用的证据 出入大门的证据呢 也查不到吗 那个劫匪一定是什么时间 潜入林家的 出入的证据都没有 删除监控的人 应该早就想到这一点 把所有能用的监控 全都删除了 让我看看 到底是谁 手这么长 都伸到我林家来了 干妈 来 咖啡 好 真懂事 来 喝一口 听说了吗 我们公司那个林总 最近跟他儿子 做了亲子鉴定 这个孩子不是他亲身的 听说了 检查结果说到人都疯了 亲人养了二十多年孩子 在绿帽子里再戴了二十多年 这消息一出来 家里股票暴跌 家也没有了 钱也没有了 可怜呢 天哪 要是早点知道 早点打掉就好 太可怜了 老夫人 老夫人 要带夫人去打他呀 老夫人 老夫人 马上你去拳戏所有音乐 付一下老夫人 是 是 妈 信尧呢 姐夫 你怎么能这么和干妈说话 你闭嘴 你都知道我带会给你算 妈 信尧呢 吼什么 你想借他就去找他好了 来我这里吼什么 妈 我知道你不喜欢信尧 但他怀的是我的孩子 你到底把他藏哪了 你还知道我不习惯他 我早让你处理他这个孩子 既然你舍不得 我就帮你一把喽 他或者孩子 若有什么三成两端 我不会放过伤害他的人 妈 喂 你怎么怎么了 我求求他 我求求他 不要伤害我到孩子了 你别挺着急 我们是专业的 放轻松 你们有多少钱 我给你们 别伤害我孩子 不好意思 这是老夫人的命令 走开 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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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谁敢动他 对不起 这是老夫人的命令 滚 别担心 别担心 你们孩子没事 为什么 是想 我在 我好厉害 为什么呀 留在你身边 都没有人欺验 孩子 我们现在是什么 我保护起了 是他 是他 爸爸 我给你保证 以后这样的事情一定不会再怕人 他也是我的孩子 我一定会照顾好你们的 我们一起面对好吗 你们干什么 小姐我们接到爆料 您前段时间被绑下的过程中 绑匪发生了关系是真的吗 先生您怀了绑匪的孩子 林总 您对于小姐怀了绑匪的孩子这件事怎么看 您会选择让你女小姐隐产吗 林总 一家和小姐离婚 然后娶小姐的妹妹是真的吗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各位 我的太太确实有孕在身 情绪不宜太过激动 你们如果有什么问题问我 这么说 余小姐孩子是您的了 没错 确实是我跟我太太爱情的结晶 我很珍惜她 更不可能跟她离婚的 所以当下的很多消息都纯属谣言 我不会再做回应了 你们这些媒体 如果还要再大肆渲染报道的话 我临时集团一定会定能听你诉讼 咱们去法院见 不好意思让一下 林总 林总 再多说两句吧林总 真没想到 这样也没能让林芝霄离开你 看来我不下狠手是不行 喂 帮我做一件事 喂 天鹏不好了 干嘛被保证了 晓晓 你怎么来了 现在还没恢复 你快回家等我吧 不行 那让你愿意去 我陪你 别动 别动 好好好 不动 不动 你也别冲动 晓哥 你妈妈接什么住了 你到底想要什么 你说啊 要什么 当然是钱了 这老财花抢我五个亿呢 我给你 我现在就给你 晓晓 快 快点把钱给他 等等 陪晓 去给他钱啊 余星阳 你是不是想害死我 就是啊 余星阳 我知道你不喜欢妈 但是你也没必要这么对她吧 你想害死她吗 闭嘴 你倒不成蛋了 我知道 你不过就是想要人质嘛 来 我来换妈 我现在是晓晓哥的未婚妻 你总不会不相信我了 你一个未婚妻能跟这老太婆比吗 你不就是想要五个亿嘛 换个人是也不影响你拿钱呀 老人家生气坚持不了那么久 坚持不了那么久 我就死就好了 爱死 怎么不按照计划行之 不然我救这个死老太 我怎么进一步取得他的幸福 我只要钱 不是觉得五个亿太少了 我有办法 让你拿到更多的钱 只要你告诉我 只是你的人是谁 你现在 你说什么鬼坏 晓晓 你好好看见你这媳妇儿 她就是爸爸的我赶紧死 别再这样听她胡说八道 快给钱 救我 晓晓哥 你千万别听她的 妈坚持不了多久 万一扔弄了绑匪 妈受到伤害怎么办 我知道 你也是迫不得已的 只是你们人 给你们多少钱 什么只是什么好处 快给我钱 现在这里外都是林家的人 警察也很快就到 就算你拿到钱 你不可能活得出去 我不管 你给我钱 要是不给我钱 我就杀了她 我有办法 让你活着 拿到这五个亿 你别听她了 她在骗你 她不听我的 难道听你的吗 快说 什么办法 只要你现在放下武器 图案自首 林家可以保留 追究你行事责任的权利 你到时候 最多在里面待着几年 出来第一时间 我给你钱 五个亿 一分不少 你当我傻了 我听说我戴心上班的 可没听到这个戴心过劳的 你要是不信 我们可以签合同 你也知道 林家的产业 不缺这五个亿 你出来之后 可以拿着合同 我刚刚能见 你出来之后 可以拿着合同 我刚刚没有钱 林家 你到底在杀什么鬼马戏 给钱 给钱 不行吗 我看你真是 随心想害死我 别说 快把合同给我拿过来 签了合同 我就放了 总裁 我给你帮我 快拿过来 快拿过来 来 别欣赏 好容易 你没有陷阱 这 谁支持你的 是于行辰 想不到吧 谁支持你的 是于行辰 想不到吧 不是 你看什么 是我又怎么样 你们能拿我怎么办 一个个道貌岸然的 尤其是你 明明那么有钱 却只给我五百万 你不给我 那我就自己抢了 你要什么你跟我说 你何必走这一步 我要你老公你给吗 好好好 你别冲动 不是想坐 您家夫人的位置吗 你把欣赏放了 我娶你 林欣赏 你是我的 他愿意去 你 哎 你 啊 你 你 你 这些 这些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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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天气很好 正想和你一块出去走走 你怎么还不醒过来啊 医生明明说 你伤得不重 很快就能醒过来的 你难道不想亲眼看到我们的宝宝出生吗 于心晨已经送进监狱了 之前那些事都是他做的 他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对了 我们的宝宝很乖 从来不闹我 可是最近不知道怎么了 特别毁了 也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你要醒了 他也急着见爸爸呢 知晓 先过来好不好 杨忠 我快到预产期了 公司的事情 你就替我管理吧 如果有处理不了的 等我回去再说 好 又来送文件了 妈 阿媳妇 妈给你拿来的清淡的汤 你不是说最近胃口不好吗 吃点清淡的 谢谢 阿媳妇 你可别累在自己了 临时这么大的公司 你一个人管得过来吗 这臭小子 也不知道心疼媳妇 还不洗 怎么了 是不是快生了 快调一声 女生 多可爱 我儿子小时候 长得一模一样 我儿子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